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馬 今天我們的影片呢 我們是收到了防禦公司寄來的這個禮物啊 那這裡面呢是這個 補色筆 這個補色的 那這個東西呢其實就是拿來做 就是如果你們的鞋子配色是白色的 像是這種BOOST鞋底 還有這種橡膠底喔 這些久了穿髒了 都會泛黃 BOOST也已經泛黃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已經氧化了 所以呢他是沒有辦法透過 清潔的方式來做一個還原 所以你今天如果想要讓他變回原本這種白色的樣貌 只能透過所謂的補色 那這個補色呢其實顧名思義就是上一層顏料 蓋上去 老實說這種東西其實還蠻靠這種手工的 所以呢今天小馬就要來測試一下 我先跟大家講其實我沒有自己動手來做過補色 因為我覺得這個自己動手做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但是呢今天就是來測試一下喔 小馬跟我的一個朋友借了一雙被他穿到有夠髒的這個BOOST的EQT 那他的鞋子呢都已經這麼髒了我就跟他說那你就拿來給我測試一下好了 反正如果這個東西有效那也是他賺到喔 畢竟他的鞋子又恢復成這種白色的鞋底 所以呢今天小馬就自己來動手做補色看看 那跟大家講這邊有兩款 一個是這種比較大隻的 他叫做白鞋特工 那這種大隻的呢其實就是拿來做這種大面積的這個補色 那這樣子的他的顏料也比較多 那這邊有一隻小隻的 給大家看 這小隻的 他叫做這個補色筆 所以呢我們可以做這種 邊緣去做補色 邊緣的部分我們可以去用這種小隻的 這樣子比較能夠仔細的做一個填補的動作 所以我們現在直接來吧 直接來我們做一個測試喔 補失敗了沒關係 反正這個鞋子不是我的 開玩笑的我們來試試看 那這個首先呢我們就是先擠壓一下 擠壓可以看到 他這邊擠壓出來 像他刷具的部分呢可以沾到他的白色顏料 均勻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始上色 那接著我們現在要用比較細的這個筆來塗他的這個 把它轉一轉然後來塗他的鞋子 接縫處的部分 好我們左腳呢已經補色完了 那我們現在呢給大家做一個比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隻呢是已經補色完後的樣子喔 這個側邊 那我們看一下另一邊呢是還沒補色過的 喔這鞋子呢可以說是 喔非常非常的髒 這是一個已經非常非常髒的鞋子 那我們可以把它補色到 基本上他的 喔是可以蓋住的 他都可以把原本的這種髒物去做蓋掉 補色其實就是顏料蓋上去 所以呢多多少少還是會看得出來一種 就是 上色過的感覺 那是沒有辦法的喔 這其實也是看那個手工的功力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腳內側現在是長這樣子 好那最後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補色這東西呢 我會建議大家 是你的這個鞋子 像小馬示範的這雙鞋子已經很髒的情況之下 我們再去做補色 你不要覺得說他只有一點點黃一點點髒的情況之下 喔就拿這種筆喔 拿這個補色筆去做一個小部分的補色 那其實不太好的 因為這補色的顏色他其實是比較白的 他跟你原本的 BOOST的這種配色 喔其實稍微還是有一點色差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你是已經 喔整個 髒掉黃掉的情況之下 我們再去一次 喔大動作的這種補色 去把它這個顏色整個蓋掉 這樣子才比較不會有色差 如果你只是小部分補色 譬如說這邊一點點髒 你就去補的話 那你會有這種補的這一塊 特別的白 因為他的顏料呢 還是稍微會有一點色差 絕對不可能跟你最原始的 這種BOOST的配色是一樣的 那經過這個實測之後 小馬個人覺得 這一支BOOST的補色筆 其實還蠻好用的 BOOST的底 我就建議用這一支筆 因為他的頭比較細 然後很順的可以去調整你的角度 那補色呢其實就有點像在畫畫一樣啦 我必須跟大家講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如果你要去做一個補色的動作 我建議你就是先拿一雙真的已經很舊的鞋子 然後去做一個測試 去習慣一下他的這種上色的感覺之後 你再去補你其他 可能比較昂貴的鞋款 那今天的測試影片呢就到這邊 如果你的這種鞋底呢 原本的白底已經黃掉的朋友 你想要在家裡面自己做補色的動作的話 你就可以去參考一下這種補色的這種工具 那如果你喜歡小馬今天的影片呢 就在底下幫小馬點喜歡的按鈕 記得訂閱小馬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就在底下留言告訴小馬 我是小馬我們下次見 掰掰